这翁启会院长到底人在哪里呢 我们特别走访位在美国加州圣地雅各的斯克里普斯研究院 主要因为翁启会翁院长是这一家全美首区一纸研究院的化学讲座教授 所以希望能够找到翁启会院长的下落 翁院长到底在哪里 本台记者张国华亲自到了翁院长位于加州圣地雅各的斯克里普斯研究院找他 这里就是翁启会一直担任教授的圣地雅各Scripps 研究院的所在地 斯克里普斯研究院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之一 雇佣的科学家将近三千人 翁启会在此领导了超过四十人的团队 研究糖分子化学 独步全球的糖晶片 就是在翁启会的带领下 由中研院跟斯克里普斯研究院共同研发 所以非常非常的灵敏 而且是瞬间的检测 也不必说等一段时间 翁启会在斯克里普斯研究团队 每年执行跟参与进化经费平均高达两亿新台币 不过本台记者抵达研究院时 已过下班时间 再加上翁院长曾对马总统说 他生病 医生不建议他长途飞行 因此本台记者走访了研究院附近的医院 欧院长31号已经表示 他会尽快回国说明 或许欧院长很快就会现身立法院 解答过去这段时间的种种疑点